李连杰作为影视圈著名的影视演员,上映了很多优秀的武侠作品,和李连杰合作的女演员也有很多。小编选出了五位著名的女性,大家感觉哪一位最有魅力呢? 关芝林,李连杰主演黄飞红系列中十三姨的扮演者,和李连杰合作较多的女演员,高颜值,大眼睛的关芝林被饰演的这个人物影响多年。就是现在很多人见了,她都会喊出十三姨这个称呼,可见这个角色多么的深入人心。 关芝林已经吸引多年,时光匆匆关芝林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,回看她曾经塑造的经典角色。不禁感叹光阴四简,林青霞,这个镜头被称为无法超越的经典,而林青霞是成就东方不败的最大功臣之一。 她的扮相,她的服饰,她的眼神,她时而妩媚时而阳刚,时而温柔时而霸气的个性。她的风情万种,她的欺然绝望,都幻化成了一个经典,在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林青霞,成了众多人心中的梦中情人。 她的美艳在美人史上是那么灿烂,林青霞也早已退出了娱乐圈,现在六十五岁的林青霞成了一个作家,经常参加各种文化艺术展,私下也练自画画。 李嘉兴,当年李连杰主演的《方世玉》系列,相信你非常熟悉了。李嘉兴饰演的雷婷婷你还记得吗?李嘉兴冠以花瓶或木头美人的称号。 外表的美丽阻挡了她的演技,但她却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出众的外貌,获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。当年的李嘉兴也是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,而且演戏也是非常大胆的女演员。 现在四十九岁的她已经嫁为人母,退影娱乐圈享受起了自己的富豪生活。胡慧中,这个岳母太年轻。 还记得当年的李小桓吗?胡慧中不只是一位武打演员,还是名副其实的大美女。 曾经出演的《福星高照》和《夏日福星集霸王花》中,你就可以看出胡慧中的颜值有多高。 她当年还和胡冠珍、胡英聋并称三胡,都是八十年代有名的颜值女星。 现在六十一岁的她也已发福,很难再和当初的迎庭形象对比了。 郭矮明方是与第二部的主角梁广总督之女儿孙安儿,一个和别人抢男人的官二代。 郭矮明不止颜值高,还是曾经的香港小姐冠军。 而且学历也是非常高,美国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。 不过郭矮明出道以来以电视剧为主。 曾经主演了《大时代》、《笑看风云》、《天地豪情》等等众多口碑较好的影视剧。 而且她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影帝刘青云的妻子。 没想到吧,为人和刘青云一样非常低调。 感谢您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